接下来呢来学习第二个 第二个呢叫chkconfig 不用去理解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我们只需要记住它是干嘛的 它的作用 这个作用呢就类似于我们windows之下有个功能 我们同学呢很经常会觉得自己电脑慢 然后干嘛呢 打开什么管家或者说什么位置是吧 然后找到电脑加速或者说类似的东西 找到启动项去干嘛呢 去把这些你觉得不需要的东西 我就给它禁掉 是吧 这个不是有些开机启动的吗 是吧 主要是管理这个功能的 把不需要的东西给它禁掉 来提高我们的电脑的开机速度 那么chkconfig呢 它就是这个作用 其实就是相当于 相当于我们的windows之下的 这样之类的什么安全 安全卫生或者说电脑管家 电脑管家之类的一个叫安全辅助工具 安全辅助工具提供的一个开机启动向 启动向的一个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 它主要就是提供这个的 chkconfig主要是呢 提供这个开机启动向的一个管理服 这是checkconfig 它的一个作用 先了解一下它 我们为什么要用它 当然呢 在windows之下呢 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软件装好之后呢 它就默认开机启动的 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呢 当时讲服务的时候用的这个叫Apaq是吧 它的服务名叫什么来着 httpd是吧 那么这个服务注意 它就不是开机启动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刚才我们之后 不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运维 能不能访问吗 是不是还先去启动了一下呀 说明它并没有开机启动 那如果开机启动的话 那根本就不需要我去启动 对不对 它就直接就可以用了 但是我们还是启动了一下 所以这块的话 很多软件呢 在装好之后呢 并不是开机启动 并不是 所有的这个软件安装完成之后 都有开机启动服务 那么有的呢 可能呢 需要呢 自己去添加 可能自己需要去添加 那么添加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CHConfig了 当然它除了能添加 还能干嘛呢 还能删除 还能查看啊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还可以查看和删除 能不能修改呢 也能修改啊 这个呢 就是CHKConfig 它这个作用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先来查看一下吧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当前这个计算机里面啊 它有哪一些服务呢 属于开机启动的 开机启动 服务的一个查询 查询怎么查 记住这个命令 叫CHK CHK CHK呢 我们就这么理解 叫CHECK Config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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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K Config 就是Check Config CHK 然后命令 然后命令很简单 叫 -list 所以是两个杠 这个东西 走到里面就变成一个杠了 两个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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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那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CHK Config -list 这时候 这时候就会列出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 如果说你的这个关闭和启用 如果不是显示这个东西的话 它可能会显示 on或者off 我们去这里面看一下 去这里面看一下 验证一下我们的这个说法 看对不对 CHK Config -list 是吧 它这里面就是英文的了 所以是英文是中文 这个倒没关系 但是含义肯定是一样的 关闭或者说启用 来找一下 找一下我们的HTTP 是不是有啊 然后它有0关闭 1关闭 2关闭 3关闭 4关闭 5关闭 6关闭 那为什么是0到6呢 容易让我们想到什么东西 0到6 启动模式或启动级别 是不是啊 它不有6个吗 那这个0到6表达的含义就是 在对应的启动级别下 这个服务 它的一个开机启动上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当前是几啊 是不是3呢 那看3是什么 3关闭 所以在3的这个启动模式下 它默认是开机不启动的 那我们之前是不是5啊 5当时好像也没发现它可以启动吧 所以5也是关闭啊 那但是呢 我们看另外一个服务 那比如说我们昨天用的这个叫SSH 来找一下SSH 是不是 来找一下 0关的吧 1关的吧 2是不是开着的啊 3呢 就是因为3开着的 所以我们每次重启之后 你连接远程终端 要不要启动它呀 就不用了啊 因为它可以启动 4也是开着的 5呢 也是开着的啊 所以这个服务 它默认的就是 我们可以在最大部分情况下 都可以去使用的 但是很多软件 0和6基本上是关着的啊 0和6基本上关着的 因为开着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开了就关机了 一开机重启 所以开它没有意义啊 所以0和6呢 最大部分是关着的 包括1也是 包括1也是 你会发现这里面 1开着的不多 我们发现就这两个 而且这两个都是什么呢 都是跟这个系统相关的 都是跟系统相关的啊 也就是说应用服务的话 一般呢 016都是不开的 开没有什么意义啊 开没有意义啊 好 那这个是0到6啊 说它所表达的一个含义 那这边呢 我们以它为例啊 再把这个含义呢 给大家记录到笔记里面去 这样我们晚上看的时候呢 方便一点 嗯 才能这个结果 要说明的就是 其中 0到6 表示各个启动的一个级别 或者说模式 那么例如 以HTDPD为例 那么其呢 3级别 为关闭 或者如果你看的是off的话 那就是off 如果级别3这个呢 它是为off的 那么则表示 其呢 在3启动形式下啊 默认开机 不启动 默认开机 不启动啊 然后其他的对呢意思 也是一样的 那么3表示我们命令行模式 所以呢 它命令行模式下是不启动 他发起的 开机 开机不启动 嗯 就默认不启动就行了 默认不开机启动就行了啊 然后5也是一样的啊 5呢 对应的啊 也是 关闭 则 表示啊 其在 桌面环境下 啊 也是 开机不启动 也是开机不启动啊 其他的含义 照这个推就行了 那就主要是理解 0关闭 1关闭 2关闭 这是什么意思就行了 然后SID呢 那就是默认是 345 2345都是开着的啊 2345都是开着的 那么再例如 再例如这个叫 KDUMP 开档法 这是咱第二天见过的啊 说它是记录系统崩溃的 是吧 啊 记录系统崩溃的 再例如开档法服务 那么开档法服务呢 它在2的这个级别下 它是默认开机启动的吧 因为它有个启用嘛 是吧 然后呢 3也是启用 4也是启用 5是不是也是启用啊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给它标一下啊 2 3 4 5 这三个 这四个级别下 默认的是开机启动的 其他级别下 默认开机不启动 行 那现在的话 我们chkconfiglist 这个命令 它的输出结果 能不能看得明白 能吧 一定要保证能啊 要不然后面的几个命令 就没法学了 左边这边呢 是我们表示我们的服务名 右边呢 这六个啊 七个表示 它在每一个级别下 它是否开机启动 如果关闭 就表示开机不启动 如果启用 就表示开机启动 啊 这么来看就行 这个是杠杠list 它的含义 它的作用呢 是查询 作用是查询啊 行 那么刚才我们查了几个啊 HGBD啊 Tdump啊 和SHD啊 都是能够看到的 就那么看到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要做第二个操作了啊 第二个 我要去删除我们的服务 就是让它呢 在这里面不出现 让它在里面不出现啊 删除服务 那么删除服务 举个例子啊 现在呢 我们删除要删的话 我们也不敢乱删 也不知道哪些东西有用 哪些东西没用 是吧 呃 咱就删这个全关闭的吧 全关闭的 应该并不是系统 继续需要的 就像这个阿华席 哎 我就觉得它并不是我需要的 我就可以先给它干掉 啊 先给它干掉 哎 那这个删除怎么删呢 删除得通过 CHK Config Config 然后删除叫 杠杠 点 哎 然后杠杠 后面加上我们需要删掉的服务名 删掉的服务名 哎 例如 删除 H PTP D 服务啊 当你要删的服务 一定确保它在这里面 列表里面 如果它不在列表里面 就不用删了 删也没有 没有啊 必须得确保在里面 行那么这时候简单是不是有啊 那或者说我们通过另外一个命令 叫管道 后面干嘛呀 GIP HTTP D 这样看一个是不是简单的 有吧 好 这时候我开始删除了啊 CHK Config 杠杠 DL 算谁 3H TTP D 执行完了 那么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验证一下 看它有没有 有没有了 是不是就没了呀 哎 没了 好了 没了之后 那就表示 那我现在就没有办法通过 CHK Config 来设置我们的 Apaq 的启动项了 就没办法设置了啊 这是设置之前 那个查看 然后呢 设置之后 散除之后呢 再查看一下啊 它就没有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以后想通过 CHK Config 来实现 对于Apaq 的开机启动管理 那是做不到的了 哎 那如果我再想做怎么办 再给它加进去是吧 哎 对了啊 再给它加进去就行了啊 删了 删了怎么会没用呢 Service 启动是你手动启动 这个不要搞错了啊 Service 手动启动 那么这个是什么启动啊 开机自动启动 两码事啊 不要把它混为一台 不会在开机的时候启动了 就不代表说 咱这个QQ的话 在安装的时候 不会有开机启动吗 QQ不会有开机启动吗 那如果说你设置了开机启动 当你开电脑之后 它是不是立即就弹出灯篷啊 那弹出灯篷 我现在把QQ开机启动给它关了 不代表说你不能运行QQ了啊 这是两码概念啊 不要把它混为一台 你手动运行QQ还是可以运行的 这两个概念啊 不要混了 删除它意思就是 我们不能通过CHKConfig 来设置这个服务的自己启动了 就不能这么设置了 是这个意思 删除之后就不能通过CHKConfig 来设置它自己启动 那如果说你再想通过CHKConfig 来设置自己启动 必须得先给它加回去 先给它加回去啊 所以后面的话 第三个命令呢 就是添加开机启动服务 添加开机启动服务 所以这个添加只是帮它加到列表里面去 并没有让它在某个级别下开机启动 它只是添加服务 并不是添加启动啊 这个得搞清楚了 CHKConfig 然后-add -add -add 后面加上我们的服务名 服务名 加上服务名 那这个服务名呢 一定需要注意 并不是你安装的所有软件都有服务名 并不是你安装的所有软件都有服务名 这个得搞清楚 服务和进程是两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之前电脑上安装了一个火壶啊 火壶有服务吗 没有吧 当时我们尝试了Service 发Force Start 是不是不行啊 说进程和服务是两个概念 不要弄混了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添加一个开机启动服务 行 那你得先保证 这个服务必须得能通过Service 什么什么Start Stop能运行 或者说ETC InitD下面那个服务名 Start Stop Start都可以 能够保证运行 你才往这加啊 要不然你就不要加了 你加进来它也没有用 你加进来也没用啊 一定保证它是个服务 并且还能够正常运行 必须要保证 服务正常运行啊 然后才呢可以添加 否则加进来没有什么用 就占个位置 那这块的话我们加一下 我们之前那个HTTPD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啊 啊行 那么这时候的我就可以来了啊 CHK Config -add 加上HTTPD -add是不是没有啊 啊 加好了 加好之后我来检查一下 有没有了 有了吧 那说明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通过CHK Config 来去做这个 哎 我的开机启动向 那个管理操作了 但是现在默认加好之后 是不是都是关着的呀 关着的加和不加 区别不大 哎 就没有什么意义 只不过说我现在有这个管理权限了 你不加连管理权限都没有 哎 我加上之后可以管理了啊 就这么一个作用啊 主要呢 就是让这个用户啊 有对这个服务 有一个开机启动的一个管理权限 哎 有这个路子去管理啊 这个是第三个 那么最重要的呢 就是第四个 如果说我想设置某个服务 在某个级别下运行 开机启动 哎 我就要去设置了 所以最后一个呢 就是设置服务在某个级别下 在某个级别下啊 级别下开机启动 设置某个服务在开机级别下 在在某个级别下开机启动啊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这四个命令中的一个重点命令啊 这个一定要掌握啊 查看什么的 只是为了方便让你知道 你要去设置哪个东西 哎 然后添加和删除 只不过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去做他对他进行管理啊 最后一个呢 才是重点命令 哎 怎么去设置开机启动啊 当然他能开启动 他就能 开机不启动啊 这两个命令相对的啊 哎 预法格是 CHK Config 然后 -L1 VL 这个单词读 Level Level叫级别 级别等级的意思 级别 哪个级别呢 如果说你想让他在哪个级别下启动或者不启动 那你就把级别告诉他 你得把级别告诉他 比如说 我想我的阿法奇在 三五启动 行 那这个时候你就写个三五 注意是连起来写的啊 不是三逗号五 是连起来写的三五就行了 因为我们数字 他是不是都是个位数啊 都是个位数 所以他系统自己会把它分割出来的 不需要我们自己通过逗号分割啊 不要分割 直接写一起 三五就行了 然后 连在一起的启动 级别 连在一起的启动级别 然后空格加上服务名 空格 开或者 关 开关用啥 on和off 对 也就是我们这地方呢 在这里面呢 看到这个on或者off 开或者关 那这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用开关吧 就用on或者off吧 这样呢 比较明显一点 on或者off 二选一啊 别到时候把两个够注进去啊 按例 按例呢 例如说我需要去设置 设置我们的 HTDPD服务 它呢 在三以及五的这个级别下啊 默认启动 开启动 行 OK啊 那来这边输一下 CHK config 杠杠 AOE VL Level 三 五 注意点在一起 空格 服务名 空格 开启动 是 on 好 走 设置完了啊 设置完之后 验证一下 是不是有了呀 启用 启用 行 那么现在的话 待会如果做你重启一下你的电脑啊 你会发现 哎 阿发席呢 他就已经启动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说每次运行阿发席先去启动一下 就不需要了啊 这就比较方便了 一般呢 我们会拿他呢 把一些常用的一些服务器软件都会设置一些开启动 这样很方便 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作用 设置这个命令 很明显的对比 三 在这儿 这是原先的三 然后呢 这个是原先的五和现在的五这个对比 行 三和五设置OK了 那么再来第二个 这是设置开机 那我想设置一个关机 那么现在是三这个级别是吧 那五这个级别呢 咱没有这个命令没有这个桌面了 那我觉得这个五啊 设置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我想把五给关了 http 对 服务啊 在五的 级别下 默认开机不启动 默认开机不启动 那么这时候我这个命令应该怎么输 大家说啊 CHK Config config 刚刚了吗 AOEV 后面呢 注意我们现在说的是开启还是关闭 关闭是吧 关闭你要关闭哪个是不是五啊 所以你的告知啊 五 OK 哪个服务 开还是关呢 off 走 先查一下 三遍变 没变 五遍变 变了啊 对了啊 那这个呢 就是设置某一个服务啊 他在某个级别下 设置一个 哎 关闭的一个状态啊 行 这是这个操作 拿过来 三和五啊 三没有变 五变了 因为我们设置的是五的这个操作嘛 好 那么设置好了之后呢 后面的话 当你确定没有问题了 哎 咱就说以后就可以说重启计算机之后呢 我们就不用去理会这个 哎 说每次来个servite start啊 servite stop servite start 都不需要了啊 有他呢 就很方便了 以后都可以把一些我们自己藏物的一些服务啊 都可以设置一个开启动向 还是比较方便的功能 那这里面四个命令 第一个呢 是查看 参数叫刚刚类似的 哎 表示查看 然后要查看要看得懂它的结果 0到6分别表示六个七个级别 然后关闭和开启表示对应级别 它的一个启动方式时候呢 这个程序 这个服务 它是开启启动 还是开启不启动 关闭就表示不启动 开启表示启动 DL加服务名表示 删除 删除这个服务在CHK config这里面的一个管理权限 然后IDD加服务名 是表示添加这个管理方式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设置 它的一个级别下开启启动 还是不启动的问题了 语法格式呢 是CHK Config 杠杠 Level 连在一起的一个启动截笔 然后服务名 on或者off on或者off 这么一个面对 这么一个面对